臺米颱風過後 類比居本土病例大幅增加十一例 創下近五年同期新高 疾管署提醒醫師 在診治的時候要多留意 而臺南和高雄也因為颱風過後 天氣炎熱 緊密在監測燈革熱的疫情 兩個之下市上星期 就總共清除將近兩萬個積水容器 前方騎士牽著摩托車涉水而過 水深一度達到成人小腿度 臺南市永康區六號下午 出現大雷雨 高速公路側車道 永二街寒洞大灣路都積水 截至下午五點前 永康仁德區共十處積水 積水退去 民眾整理家園之餘 也得小心類比居 疾管署發出簡訊 凱米颱風過後 國內新增十一例本土 類比居病例都在嘉義以南 其中有三例住進加護病房 下旬都預計會有個案持續增加 全台一累計十八例本土類比居病例 創下近五年同期新高 預估八月下旬達到確診高峰 由於類比居症狀表現差異很大 也有可能無症狀 疾管署也提醒醫師提高警覺 有些重症的其實是可能導致肺炎 腦炎或者是敗血症 它的致死率的話 根據國外的研究 致死率可以這個從四成 一直高達到七成五 以後登革任疫情也要留意 台南市上週大資金 一週內清除五千多個積水容器 高雄則清除一萬四千八百八十六個 積水容器 工地 學校 以及市場 大樓的地下資等 高市府表示颱風過後都有加強環境 清消 積極防治登革熱 因這次也有許多餐飲店家受災 後續也會請衛生局加強積查 避免腸胃到傳染病 記者綜合報導